我们继续来关注金秋风景 眼下河南商丘市梁园区 15万亩的辣椒进入了采摘期 当地围绕辣椒产业的精准施策 从扩大种植规模 拉长产业链条等方面持续发力 把辣椒产业打造成为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在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镇 辣椒种植户正红 趁着情好天气 组织工人加紧采收外销 今年辣椒涨势良好 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这让正红吃下了定心丸 水池铺镇地处黄河冲击平原 土壤肥沃日照充足 非常适合辣椒的生长 当地一直有种植辣椒的传统 在水池铺镇镇 辣椒产业的带动下 整个梁园区的辣椒产业 得到良好的发展 形成了集育苗 种植 储存 物流配送 深加工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全区辣椒种植面积15万亩 年产值约16亿 辣椒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产业